五平方Square Foot的日 楼盘全真 是由五平方Square Foot优质楼盘全区 真做霸出 欢迎收看楼盘全真 发展商为求出货接连下市临界线 战区移到上新界 有两位大王激战 玩具斗针线 毕日的黄金海湾以南 军价开出四位数 楼价一字头就可以入场 看到行家大刀劈价 同区建号的上南都即刻呼应 科美同样减退四位数 同以南正面交锋 预期楼价还有得跌 重货区只能斗便宜 星期六启德拍位深一 以启德八年新低价 第一轮卖198个单位 希望可以靠低赤价低楼价出线 业界预计 今年楼价将会跌多一成 负资产将会继续恶化 发展相对于土地储备都比较审慎 今年第一幅住宅官地 反映虽然比预期拥弱 但价钱会不会下市低位 留待两个星期之后结果 心中通道开通 业楼环节带大家去到中山 是一个香港人业主买来度价的单位 面包价齐齐沉底 面粉也吸引不少发展商 在低迷的卖地成绩之下 希望以执鸡价执下平地 今年第一幅推出的住宅地 是位于沙田小匹园的袁迅围 星期五节收11份标书 在买地市场淡静的情况下 都算是多于市场预期 现市放之下 目光就要非常准成 若不是第二天就要国家求售 如启德前跑道区的柏卫心一 地皮前身经历一波三折 几次逆手的地主都说乐观看好 买地的时候信心十足 就被启德地王的光环遮盖目光 预想地市就变成烫手珊瑚 发展商新世界和远展 首轮推出198伙 截实赤价21,600多元 雷收超过5,150票 超额仍旧超过25倍 不过当中的水分相当高 每名客人最多可以入票13张 除开最少可以只有大约400个准买家 最终星期六的售楼现场仍然相当旺盛 为了营造业卖气氛 发展商安排准买家在售楼当日即场抽签 又别于以往前一日已经完成了这个流程 准买家在上楼选楼之前 地下大堂的便宜人楼未去到迫爆现场 但在分楼安排之下 人楼已经排到出室外 有自住的准买家表示 欣赏楼盘的质素 并不担心楼价下行 不担心 自己用可以的 我喜欢这个盘 喜欢它 心灵的感觉 前一亦会选择现在来看 现在正好才有钱 但是你对香港的后市有什么 都看好楼市 拍位心一二齐德区百年新低价开盘 也吸引了不少投资者买入单位收租 香港人主导 可能价格是低 所以吸引到香港的上市客 和一些投资客 我自己看 到时楼市有机会 交投会增加 楼价都会企稳 但如果今年减不了息的话 楼价价仍有一个下调压力 拍位心就赢了价钱 而且他很想心 他建设计不大 二百多尺都有 我形容为一个启德上车盘 一路加推一路加价 但千万不要太高 因为整个楼盘有1300间 楼盘第一期提供291伙 首轮出售的198伙 主打的两房有142伙 一房和三房分别是35伙和21伙 截实楼价380多万至1122万 尺价16000多至20400多元 大盘牌住队登场 计市区盘大减价 大西北都有新盘 是二区内八年以来最低价推出 换句大王蔡志明旗下 拥入国际的黄金海湾二南 接实军价9988 推出第一批139伙 184万就入场了 第一批便宜过200万的单位有24伙 便宜出屯门数管区一大 同区还有货美的一手盘都不禁是弱 建豪位于景寿里的上南 跟风大减价 进推项目剩下三成的单位 历战全新盘 区价到近半出售 减幅最多的就是一房单位 总楼价更加比以南低大约半成 就是260多尺的五楼支室 支室价大约是280多万 比起去年推出的时候630多万 下调四成六 而伊南首批的面积最小的一房 都比上南大35尺 位于5A座H室 支室价290多万至320多万 因而拉高楼价 但多出的地方未必好用 为了预留空间比后楼梯 一入屋就是长沿关 浪费24尺 价值大约是26万 不及上南一入门 左右两边就是厨房和浴室 再入开放式厨房 连客厅只有大约90尺 即使面积上上南比以南小 厅的活动空间也略大一些 除了一房单位 另外两种户型都下市低位 首批单位最贵就只是437万 我们再仔细分析一下低价支柱何在 黄金海湾二南首批军价跌穿1万元 以平绝同区8年开价 入场184万 市场形容是车位价惹来哗然 形容为黄金西饼价都会知道 其实现在无论是自用或者投资客 都是需求甚因的 所以我们也会因应这个需求 去设计这个价格出来 1,900多元 选择比较多的一房有6处简 折实296万去到375万 入场位于5A座H室 实用面积300尺 隔开园景望向旁边半身盘帝鱼系列 一房的价位都还未算低 落到开房息就相当吸正 这类单位首批有一半 赤价都是低过1万元水平 开始多一些投资客 我相信发展商就捉到这个要点 其实会尽快推售一些比较小型的单位 或者中小型的单位 就务求用一些比较吸引的价钱去到货 近这两年楼市跌了 价钱亦都下降了 其实他们的阿福岛的楼价能力比较高了 所以大部分的自住客 都会找回一些一房或者两房去购买 设计后因为买家可以 没有了这个双重印花税 其实又开始多了一些投资客 出来买一些比较小的单位去收租 入场之选206尺的5B座8楼基室 赤实楼价只是184万 向东北和地鱼系列相望 即使去到首批最贵的开放式 至实价都是大约346万 面积有大一点是328尺 赤价都不过11000元 从开盘价就看得出 开放式单位的需求比其他户型薄弱 所以赤价都比其他户型低 这代理是将些不够200万的单位 形容做车位价 也有职可尋 如同区上员 车位最新成交价大约是200万 在青衣的营取半岛也要212万 不过这样 奢侈品和必需品似乎不可以双提并论 只是营造抵买的效果 假设这幅楼面地价 大概是6400多元接手的地皮 价格低到9900多元 接近成本价开盘都去货无望的话 同区的二手业主只能够越减越低 黄金海湾以南平同区一城过外开盘 令到区里面的半新盘货尾即时减价 以燃柳姿态折击 前排区内有些发展商都会减价 其实都算是五至八年内最便宜的屋院 但其实当初他们的开迹 始终都是一房起的 那其实的烟心计算是最起码超过三百或三百五十万 但始终现在黄金海湾有些二百零多尺的单位 起步价是一百八十多万起 那其实可以称为区内 十年内未试过的一个最低的烟心价 不单只是一手货尾受压 区内的二手市场情况更加惨烈 小业主的财力不及发展商 难些大批价洩卖楼导致二手彻底冰封 黄金海湾这个盘开盘后 其实二手市场上 其实询问的客人真是比较少了 我们其实都有问过那些二手业主 其实有个新盘开售了 价钱比较低 我们会不会尝试一下减价 或者可能吸引一些客人 其实大部分业主 因为其实当初买入的时候 可能是三至五年前 其实当时都比较高位的价钱 其实他们心目中就算平手走 或者甚至是舍让走 其实都不会有这个盘这么便宜的 翻查近五年 屯门一带的新盘开价 军价徘徊在大概一万元到一万七千元水平 部分开价偏高的新盘 因为销情不理想 曾经经历多次减价 例如飞扬最新再减价最多两成八 赤价还在一万二千元水平 至于海和山 部分单位的赤价都减到四位数 所以二手业主要追上新盘的减价步伐 就要半价卖楼 特别是开放式和一房等等的小单位 举个例 前身是军龙湾的堤岸一旗中层G室 322尺的一房放盘 现在叫价是398万 尺价都要一万三千多 距离二南同类单位 还贵了一成二至两成七 业主要减到去大概一万一千元一尺 才叫贴士 以五年前五百零六万的买入价计 估计账面蝕福 要由两成一扩大到三成 才有竞争力 纵观数管区一带 楼宁十年内的半身盘 今年只得34宗二手成交 车价徘徊在八千元至到一万四千元水平 折扬幅度最多有大约三成 始终一手盘以低价为求三货 买家官忙态度浓厚 相信二手业主要出货 劈价幅度需要进一步扩大 心中通道通车半个月 港人不想又多一个选择 经深圳去到中山更加快 有港人业主就选了在中山置业 买入单位度假 方便去玩 心中通道通车半个月 香港人经深圳来往中山更加方便 还吸引了不少香港的业主 趁着周末去到中山玩 不过刚刚通车那天 塞车问题都挺严重 最长更加塞了超过五个钟 不过都只不过是这一天 之后平日的车流都相当暢顺 只是周末的时候才有少少塞车 我们今集验收的单位 正正是来自中山 香港业主选择在中山置业 更加说星期五北上更加方便 不需要担心塞车 因为可以在内地的家里休息 楼盘的名称叫做保里领寿海 是由碧桂园和保里合作 是内地相对高级的发展商 我们验收一个100平的高层单位 即是建筑面積大约1080尺 业主买入价就是159万 建筑尺价只是1472元 比一线城市低一折 由新路折迫 由香港上去更加快捷 不过楼盘的四周还是发展着 商铺设施都未成熟 居民生活主要依赖楼下的小凉商铺 和大家到现场看看 阿sir 我们走均一圈了 但商铺有名 没有开门的 不是 这个 西方以来真是吊血头的 全社还看到前面 全部都是装修的杂物 然后地上有一粒 有些停车位置 什么急斜下去也有 别人高低 这些被人第一观感也不好 而且走过很容易跌倒 你做的事是多 不要紧 我做的事多 我们进去里面看看 好 行入屋苑大门 内缘布局和一般内地盘差不多 以宽阔的走道贯穿全屋苑27座大楼 内地比较新的项目 也有防衣门 左隔单位和走廊 不过这里比较特别 门里面有两个单位 所以这个地区 不应该放东西 但发展商也做了一个勾 可以摆放傘等等的小型物品 行入单位 长沿关旁边的组合柜内有乾坤 詹sir一进屋就对他站不停口 这里有些设计真的挺好的 这里有一张小椅 被人用来穿鞋 还有一个好处是扶手 让一些没什么脚筋力的人 借来站起来 真是挺好的设计 这个钢纤盒 放在这位置相对没太多位 我见有些盘放在有些很有用的位置 好像定心惨 想用多些地方都不行 但是这些位置真的相对好的 但是有些美中不足的就是这个位置 如果这件牙碰到门边 再收口就会好看些 现在有个洞在这里 但是玄关旁边的厨房 连接工作平台就不抵赞了 抬头望一望 冷气机去水喉上高有个洞 想也想不到如何才用得着 这里的冷气池水喉 我觉得有些不是有逻辑 这里有个通风口 这里有个洞 可以让一些冷气喉穿过去 冷气如果是放在这些位置 都未必适合放在池水喉 其实这个池水喉应该放在最低下 冷气台还可以放在水喉上 这里放在水喉上 我觉得有些不是有逻辑 旁边有些都是开个洞 有些放在下面的层 这个洞被人用 实际上用不到 入浴室看就更加不可思议 随时发生误会 这个浴室是有窗的名物赤 哇!好正啊! 为什么你会在外面开到窗 你在什么位置 我这个工作平台是没有锁窗 即使说你别想着休息 不是自己一个人住就休息 有客人就别忘了锁窗 不然那位被你吸引的男士 一定走来打开窗 你当然在工作平台 一拔就可以开到窗 是的 那平时一定要锁了它 三间睡房就在走廊里 和香港楼的格局大致相似 一条走廊还可以将长形大厅间开 分为客饭厅 方便布置家事 行出露台外望田园景致 不过前面还在发展 地盘临立 空气质素就差了一点 虽然配套不足 不过幸运内地网络发达 靠他们的送货小哥 都可以解决到生活所需 不过内里配置不足 就要业主花点心思处理好了 另一个关注点就是单位的质素 可以先透露 今次验收的单位都未算是最优质 甚至有明显手工上高的瑕疵 业主收楼之后必须要尽快处理好 膠擠了等于没有擠 小小力便将整张桌抬起 厨房的位置 这个桌面是用来放电磁炉的 你会见到这个桌面 和长生这一条擠胶 但这条擠胶已经离了 我们轻轻碰一下桌面的时候 发现整个桌面是有松的情况 你会见到我们轻轻斗一斗它 就已经整个桌面掉了 这些桌面明显它之前没有摄好 和没有擠护梨胶在底下 令桌面顶住 和上面这个位置 都要补回新的擠胶 这样就可以解决了 和固定桌面 必须要尽快处理 如果不是用上来 可能会有安全隐忧 裂开的地方一不离意 一到门就已经尽险脱漏 好 厨房门或窗 周围的玻璃胶就开裂了 我相信那支玻璃胶老化了 因为我看整个单位 是零零丁丁的厨房门和窗 有开裂的情况 这些最大机会是 那支玻璃胶在地盘放得太久 晒气了 或者放得久了 拿来擠 然后不久之后 就已经开裂了 其实任何都会这样 不过香港的玻璃胶很少会过期的 因为一个地盘差不多用不准 有时它放得太久 拿来用 不过浸盘的应该知道 过期的胶 通常浸起来就不太顺 硬身一点 过期胶都照用 看得出司工监督 明显不及香港基本水平 这把门锁 正常来说 应该是这样才可以开到 我们现在锁一锁 应该锁完之后 是不能开门的 但我们锁完之后 轻轻按一下都可以开到 这把门锁是有问题的 应该要叫发展商去处理 没理由我们轻轻按一下 整个玻璃门都可以召开到 这扇门的瑕疵都还未完 仔细多看 整扇门都是弯的 来到我们这个位置 玻璃门 其实正常来说 关门了之后 这里你会看到是切了 我们现在慢慢移上去的时候 你会看到一条垃圾 其实是越来越大 现在下面这个位置是贴实的 来到上面这些位置 你会看到是很大条垃圾 明显是卡和手指 都可以摘到最顶顶的位置 这些明显就是玻璃门 是有点弯曲的情况 下面贴 上面垃圾 就算如果你说大风的时候 水可以沿着这些垃圾的位置 进到单位 都是会有淋水的风险 既要一定要叫发电商去处理 这些位置 这个扣大分 因为这些是属于关不贴的情况 是会有漏水风险 都会是属于扣大分 一道门三个Defax 足以证明手工有大量进步空间 我们看到肉屏门边 这个框和玻璃中间有条垃圾 这条垃圾 刚刚我们试水的时候 水沿着这条垃圾 去到肉屏门外面的位置 就有少少水流了出来 明显就是这条垃圾 叠得不够瘦 没有胶 你看到水沿着这条垃圾 就可以进去 幸好的是修补并不难 撕回防水胶就可以了 三个项目加上没有了13分 另外扣分最多的项目 是来自结局和来去水 除了总是出现的填缝胶问题 还有水龙头松 地台排水有沙石 再将项目的分数扣半 连同零星的常见问题 最终单位是有75分 属于良好评级 以内地盘来说都算是好的 但也还有不少进步空间 流价回落 入市成本降低 但不代表可以顺利做到业主 风险在于银行收紧按贴审批的要求 万一借不到钱 就要迫着撻订 除了语语松点手不开支 买楼之前 还可以做什么功课和自保呢 休息回来会讲下 减息遥遥无期 对楼市有相当消极的影响 不单止令到成交受压 楼价继续向下 银行都继续收紧按揭审批 拆息高企 对银行来说 承重按揭的成本加大 根本没有利润可言 相信大型银行都无谓再为此 投放太多资源 只是得少部分的小型银行 比较乐意做按揭生意 消息就传到准买家的耳边 固然感到负面 借不到钱入市 就索性不买住 将资金放在定期储蓄更加实际 环环双购之下 相信短期内都未有利好消息 对未来楼市有什么影响 我们找来按揭中介和大家分析一下 可以预期 因为我们看到 未来的成交开始有些回落 即设立的效应可能淡化了一些 而且最重要的是 未来的银行一系列收紧按揭的措施 以及物业亦估不足价 其实形成了很多 原本在银行商务的人士 借不足他们想要的按揭成数 未来这些亦会反映 在按揭的数字方面 可能未必有得上升 现时新批出 岸保的中数和金额都有下跌的趋势 6月分别回落至大约1,500宗 以及跌穿100亿的水平 香港人的上车难题 不再只是局限在楼价高企这个问题 受制于高息环境 银行漸漸将按揭业务審批准则收紧 先是不接受内地客的按揭申请 继而延伸到全港特定的住屋类别 例如村屋、旧楼等等 即使符合入息要求 又供得起楼 但借不到钱都是无法入市 在现在这个经济的环境里面 如果要它大幅地把香港楼宇的按揭利率增加 亦都是不像实际 所以变成它们的做法就是收紧了審批 盡量去做一些高质素的物业 或者一些高端的客户 增加一些储备 收紧它除了是物业的类别之外 它还有根据那个入息的质素 即是譬如一些资产的审批 或者一些自雇人士 或者一些外地的入息 这类它们开始都是逐步去收紧 它都是一个量子人 譬如说好像以前 我当是有些单位有少少改动 那以前可能就 其实那个申请人 签一个成诺书自己负责 那就可以了 但是现在就不行了 现在就困了很多了 在严格方面 那这个是其中一个例子 它们是如何收紧 另一个问题就是楼价跌 导致股价不足的幅度越来越大 人行不再以合约价放贷 而是根据市况 对物业作出相应的估值计算 以前可能有一张臨时买物合约 基本上就算合约价和市价有一个偏离 都可以做足按揭成数 但是现在就越来越难了 它估不足价的情况是越来越严重的 上个月金管局再放宽按揭逆周期措施 今年2月设立之前 申请的楼花按揭 都可以做到最高七成按揭贷款 书换早前选了建筑期付款的用家 因为估值不足 而要额外酬钱常会的困难 但是转案都面临难题 尤其是早年选了发展商 Full Cup Plan入市的新盘买家 不少单位的低息物月期已经过了 息率或许已经升至P或以上 转案的时候 都要和同期上会的业主竞争 加上回增清零 估值滑落就会雪上加上 比如两年前可能他们借Full Cup Plan 借一百成 现在层楼都跌超过两成 变成他们可能都要补钱才可以买楼 所以他们也有一个交着的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 慢慢可能会产生 会形成一个社会问题 假设如果他不是负资产 他可能是便宜的 产量 亦都会影响楼市 因为如果他产量的话 他的买卖价就会形成了 他的大厦或者他的屋苑 一个重要的股价参考 可能令到更多需要Full Cup Plan 转外到银行的转外不到银行 形成一个惡性循环 如果蝕样的情况蔓延下去 可能会拖低整个屋苑的股价 甚至是同区同类型物业 长远令到楼价更加受压 月尾即将公布负资产数字 市场估计会再突破 今年首季的三万二千宗高的水平 有代理行就预计 下半年楼市将会下跌一成 到时香港的负资产数字 将会突破十万宗 随时是比2003年沙士的情况更加严峻 准备上会的小业主要做定两手准备 入市的时候更加要暂时 今年下半年 将会有大约八千个新盘即将入伙 当中简用建筑期付款办法的买家 都有机会要面临股价不足的风险 这批业主过去一两年入市 楼价都比现在高 假如正式入伙的时候 股价情况都没有改善 预计下一步就有机会出现撻定潮 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呢 面对上会困难但又不想撻定 可以怎样自救呢 按揭中介有几个建议 楼价缓缓向下 首先要记得提早申请按揭 最理想就是日伙前半年提交申请 赶及以现价水平做估值 避免半年后楼价再下挫 令股价不足的幅度扩大 第二就是要预早策定 所有可能需要的入息文件 都可以事先查清楚自己的信贷 如果有瑕疵 就要尽快解决 如果法国真是股不足价 到年底又要斩美数的话 就可能需要看一下配偶 或者看一下家人 有没有多一层物业 可以拿出来去转案套现 准备定一个首期 当然如果你转案套现的话 你摆定在这里的话 你要付息 但我们可以将一半放在贷款里面 你变成只有一半是需要付息 当你新那层上会之后 如果你不需要用到的话 新那层也有贷款里面 都可以放在那裡 到佛息期后 你套现出来的那些 你就还了它 那这个也是一个方法 新政策之下的物业 一律可以借到七成 但实际对于嵌心低 即是成交价1,125万以下 他们本身就可以做到最高 八至九成按揭 今次放宽帮助并不大 加上银行开始倾向 按自己的估值批出按揭 而不是按合约价 估值不足的情况将会继续浮现 如果数量太多 下一步 或者就需要透过调整估值 才可以舒缓 如果按揭可以放宽到股价 那绝对可以帮到这批买家 因为现在他们其实最大的问题 就是一些八岸或者九岸 如果股不足够的话 到未来年底收楼的时候 就变成借不足他们原本想要的那套 要增加首期负担 如果他不足够那首期的话 就可能会形成一个拍定的结果 如果他放宽到股价 或者令到他可以借到原本买的时候 那个牌款额或者是近一点 就算真的不是完全可以借到 近一点 令到他的首期负担小了 那对这几个盘 这一班过千的买家 都是有帮助的 稳赚起见 准备入市的买家 最好选成交价 比股值低大约一至两成的单位 面对股价波动的时候都比较安全 另外两项新政策 包括简化以资产水平 计算借款能力的方法 按揭中介观察到 银行的取态定不积极 其实银行就不是很积极 去推它这个指引的 就是这个措施 基本上如果我们所知 有一些银行甚至是 谈资产要套现不给的 有一些银行就算你行资产 你都要有入息证明 证明你可以有钱供到楼 它才给你行资产 而普遍来说 其实都做不到六成 除非你的资产是你想借的钱的几倍 否则的话 其实一般来说 如果你真的一个退友人士 只有一层楼 其实你是借得两成半 至于另一项 是计算借款人的供款与入息比率是 投资物业租金收入的扣减比率 由最少三成 回复至最少两成的参考水平 每一万元的租金 那个申请人可以借多七万元的贷款 主要对于投资者 或者有少少帮助 建筑物管理条例的修订草案 明年七月就会生效 迫使业主增加参与度 要求大型维修必需要有100名业主 亲身参与开会 还会刑事化法团的不当行为 立法会已经是三讀通过了修订建筑物管理条例 政府刚刚也罕了宪 距离正式实施的日期还有一年 全香港120多万施楼单位 当中未必有多少业主了解这条例 所以今天请来业界的代表 有物业管理公司协会前任会长 亦是物管局的成员 陈思求博士 你好 是 早上彌察 我们看回这条条例 这个修订草案 我们叫做三大改动三大重点 其中一个就是和维修有关的 这个最常发生争论的地方 说到大型的维修工程采购 今次的修订就要求将来强制增加了业主的参与 这个数据为什么呢 就是说一定要有100人 如果不够500人的屋远 都要有5%的业主要出席这个大会 就用法例来推动业主去参与这个过程 你觉得这个手段有多大效用呢 以前那些困难 其实可否透过这件事解决到 其实以往 那个法例都有相应的要求 相关的要求存在 只不过就是在过往来说 就有一些物业的业主 就是他的参与程度好像不太足够 而导致到有部分的管理委员会 就里面一些成员 就是没有按照那个法例的指引去做 而去进行都不要紧要的 但是你进行这些工程的时候 你就是引致到有一些问题的出现 到了去到说夹钱的时候 大部分的业主都说我不知道 要付那么多钱 我不知道工程的内容 而引致到一些争拗 甚至在过往也有一些案例 涉及到一些刑事的行为 所以其实这条法例 即现在这个修订 我觉得是优化了现行的 建筑物管理条例 即里面的条文 其实是鼓励更多的业主参与 因为大厦管理的事务 管理你自己的物业 这是你的投资 即是如果你莫不关心 如果你不去亲自参与的话 变成真的到出了问题的时候 你就不可以说我不知道 即是不知道就不是一个理由 所以以往可能很多业主都很忙 又觉得我就不如将那个 我信任这个滥运法团 管理委员会的成员 或者是管理公司 所以他们就无理 而到及后出现了一些问题 甚至一些刑事的成份的时候 即是那时候就太迟了 这会不会涉及到以前 其实很流行说有一个门栏 但很多人都是签名 就不是亲身出席 这个正正就是问题所在 以往就是透过一些授权书 亦都有一些个案 是发现一些授权书出现问题 甚至乎有些授权书里面 即所谓授权的人士 根本都不在香港 或者不在世上的 都有的 所以就有种种不同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也是时间 就着这个建筑物条例里面 作出一个修订 刑刑这其中一个困难 是我们将这些人由签名 带回来真人参与 叫他们亲人真人参与 对 没错 还有以前还有什么其他困难 其实都透过现在这个条例修订 是解决到 或者其实没有什么 还未解决到 需要再修订 其实这条条例 我觉得坊间会不会 令到一些业主会却步 甚至会有刑事化这个情况 其实不是的 相反来说 这条条例通过之后 是保障那些守法的业主 特别是管委会里面 那些守法的 就是南韵法团的成员 那条例其实主要就是针对 就是很少部分的人士 就是一些譬如说 不守法 或者不诚实的法团的成员 那就是这些 我自己会这样看的 就是如果参与了 业主南韵法团的工作 这些业主大部分都是有心的人士 那我自己就认为 就是北下就是有两类的 一个就是热心 一类就是有野心 但是好在我们香港 百分之九十九的法团的成员 都是热心的 那当中就是 如果你说是有野心 而导致到 就是透过这个工作 而从中得到一些利益 或者这个不是小业主的利益 而是个人的利益 那这里是占不会超过1% 就是这类就是野心的人士 这方面就叫做 帮助到一些小业主去监察那个法团 没错 没错 关于刑事发的事情 我们再讲 那我们看看另一个修订的重点 就是说 现在就不分大厦的规模 所有的财务报表 也是监察的一部分 是 都一定要保持得很好 是 那明年7月就生效了 是 一年时间 够不够这些平时没有做开会计工作的人 现在去参与 我再强调就是 其实在现行的法规 未修订 其实都有这样的条文 有这样的要求 你说还有一年的时间 我觉得在这年时间里面 是可以足够 因为大部分的业主烂润法团 大部分的有管理公司管理的物业 其实一向都已经在执行这条条例 我相信没有根据去做的 只不过很少部分 我透过一些不同的渠道 拿到回来的资料 其实问题真的不是很大的 在现行的条例里面 在建筑物管理条例的 附表2和附表6 其实都已经很清晰地 是说了这些要求 就是你相关的文件 甚至乎你开会的会议记录 这些你都要保存 至少不可以少过6年 其实在条例里面都有 这些说到有物管公司帮助 就做到 如果针对一些没有物管公司 其实是一班街坊围着开会 这些人他们有什么帮助 可以拿得到 例如没有物管公司 我觉得首先他们一定要 成立业主立法团 成立了一个法团 原来才有一个对口 有任何的问题 需要讨论的时候 起码有一个中心 有一个对口 如果你没有这个法团 你一座大厦里面 可能有100个单位 那你100个单位 你跟谁说呢 每个人都说我不负责 其实是集体负责制你 所以我不觉得问题太大 其实在民政事务总署方面 也都说了 条例生效了 特别是会支援那些 山务大厦 或者一些未成立法团的大厦 会有很多不同的支援 去帮他们 希望可以透过这一年的时间 为他们组织起来 刚才你提到一件事 集体负责制 但是香港经历了很长年代的 炒楼时代 对于业主来说 握住一层楼的意识 可能只是价值 或者经济价值 就未必有责任感 其实如何提高这个意识呢 就是说业主有责任去管好自己的物业 这个其实过往 这些分别在那些所谓旧区的那些 山务大厦的那些 问题就比较上是严重一点 就是我们不要说这么远 近期在日麻地的一通大厦里面 发生了一个火警 就是奪去五条人名 这些也是一个表表者 一个例子 所以我们不可以说 因为我没有钱 因为你其实买一个物业 和你买一辆车 因为我经常都很喜欢用这个比例 其实是一样的 你保养的车 是谁和你保养呢 你是有责任 是按一些法规 你那辆车是要有足够的保养维修 然后才可以在路面里面去行 同样你在大厦里也是一样 有很多条例里面 你要遵守 比如说这个是涉及到这个安全 比如大厦的消防安全 你的保养 你跌下石屎跌下来的时候 你双及到图人的时候 其实是所有的业主 都要承受一个责任 这个责任 不但只是一个民事责任 也都是一个 在有些程度之下 是一个刑事的责任 明白 其实我们在通过这条条例的时候 一些议员都有再提出一些新的意见 就是说现在之前叫我们 我们限制一定要有100人 去参与这个大型的采购 但是有议员提出 就是说很多业主很习惯 是说通过了才去投诉 是的 这个问题我们始终都未解决得到 都是监管意识上的问题 正正就是你刚才说的原因 所以然后才在这个条例上 作出一些修订 这个条例 其实主要不是去罚业主的 而是鼓励他们要积极参与 在这个问题未发生之前 就要去理解一下 你这个大型工程 因为对你的切身 是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除了涉及到维修 建筑物的安全之外 你也是有一个责任 你要支付相关的费用 譬如说你要做一个维修的时候 我是用哪些方案呢 我是用一个豪华版 普通版 还是一个最基本的版 所以业主是有权利 这个是业主的权利 你要提出你的意见 然后给管委会 他们作出一个考虑之后 然后才去做一个决定 我觉得这是鼓励 这个不是去罚 说到佛就是刚才提到的 就是第三项大的修订 就是加重了刑罚的 在这个条例里面 都记得人击兴 因为我们都知道 其实法团事务 业主是义务去参与的 是自己举手的 刚才你也说过 很多人都是热心的 但是始终无心知识可能会有 又或者他未必有这样的专业知识 去管理一个法团 好像有些议员都提到 就是说会不会有抄家没有封告 就是说搞到那些法团 心灰意冷 就是害怕了 不做了 搞到解散 这个我们业界都不担心 其实这个相反来说 不是说什么要抄家 相反来说 是保障那些守法的法团的成员 法团的业主 因为如果你要去告那个门栏 那个是非常之高的 但是其实这个我们都是用一般人的理解 只要你就是按照那个 现行的法例 如果你说你不知道 其实我也知道 民政事务署那方面 也都会有很多不同的服务 一些比如说 这个法团的咨询服务 将来局长也提出了 有一连串的不同的服务 是协助那些业主去理解这个法例 协助那些业主去执行 那个大厦管理的工作 那不是说一开始就去罚 这个绝对 我相信不是那个立法的原意 来的 你看回那个条文里面 它大部分那些都是去协助的 至于你说 我将它去刑事化 其实现在你刑不刑事化 香港已经现行 是有很多法例 任何一个市民也好 业主也好 就是你除了要履行你的责任之外 你是不可以犯法 那这条条例 其实就是希望那些业主 就是强化了那个守法的意识 明白 那这些新的法例 对于小业主都是息息相关的 不只是把那些东西推给法团 没错 所以其实现行还有很多的条例 都是进行中的一些修订 我们下个星期 都会讨论其他关于的草案 我们下星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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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